来 我们今天来到最后一个单元 然后就是否定 否定 这是今天最后 预计要把它上来 否定 那否定呢 流浪来语常用的否定 只有四个 有四个 对不对 蚂蚁 蚂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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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蚂蚂 有蚂蚂 蚂蚂蚂 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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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能 这件事情不太可能会发生 我等一下会指定字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几个 这几个否定词 蚂蚁 我们先讲蚂蚁 这是肯定句 老人打那个小孩 不孤单纳瓦基输射内 这是肯定句 那我们从早上就一直讲 否定句就是在最前面叫蚂蚁 老人打小孩 那我们要讲说老人没有打小孩 只要在前面加蚂蚁 其他的全部都不变 对不对 你其他都不变 所以蚂蚁 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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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加一个蚂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蚂蚁 那蚂蚁 蚂蚁基本上是不是 蚂蚁是没有或不 那蚂蚁是不是吗 是不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 蚂蚁是老师 蚂蚁蚁是老师 蚂蚁是老师 我们都要说蚂蚁不是老师 这个地方叫蚂蚁 蚂蚁 这个地方不会有马义 蚂蚁是蚂蚁是蚂蚁 蚂蚁不是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否定词 两个不一样的否定词 可以吗 那 daga daga是不想或不要 表现你的意愿 我不想 我不要 所以 所以 我们说 他不想去上学 d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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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吗 他不想去学习 啊 不想去 那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 好 我们先往下 他说这个 这个菜好苦哦 这个有一个重叠 好 这边有一个重叠 还记得我们都会有说 重叠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直或者是非常 那這個地方是非常非常苦 那個程度夠沒掉 太苦了 這個苦決菜 這是一種菜 菜太苦了 大概苦 大概苦 敢 我不想吃 各位老師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大概後面要 他的動詞是怎麼樣的 大概後面的動詞 我不要吃 他不想去 有沒有想啊 有沒有愛苦 大概苦 敢 這邊可不可以用個蠻 我吃啊 我不想吃啊 我不想吃啊 這個地方是不是用 蠻幹 應該是他 幹 你看 不想去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當我們在用發發的時候 不想做什麼事情 他後面的動詞 要用圓形 圓形 不能有飯 嘿 不能有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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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 不想吃 不想去 不想吃 這個是 很 他不要注意的地方 這就是 看不要注意的地方 搞定 插播一下 肯定的香 肯定的要是 need need 也一樣 後面也是用原型的 對不對 後面也是用原型的 我想買 我想去 我想吃 剛好講到 就一併 這個也是 想要做什麼事情 它的肯定也是一樣 要用原型不能用焦點 不能有焦點詞 只能最原始的詞根 能最原始的詞根 剛好這個肯定跟否定的 想不想 這兩個後面都一樣 都要用圓形 都是圓形 想要 不想 不要 不用圓形 不要 不能有 摸 不能有 按 你看 好 接下來是 我們剛剛就 一直看到的 naqin naqin就是 否定的其實句 否定的其實句 所以別打獵 不要去 別去naqin naqin 這個我們從剛剛的經典 想說 naqin 後面是 另要加詞綴 他原本是 補焦 那就要按 不定 別哭了 別哭了 naqin 不定 有嗎 這個焦點要出來 有嗎 焦點要出來 可以嗎 他打噴嚏了 他打噴嚏了 不要去打獵 有嗎 我們 德馬蘭斯是說 打生命 對 有人打噴嚏 不可以 不要去打獵 在賽下是說 如果遇到那個 一出門 然後看到 蘸骨鳥 飛過去 就一定要回去 就不能去打獵 那我知道 德馬蘭斯 如果有人打噴嚏 就要回去 不能不要去打獵 可以嗎 就四個火定詞 四個火定詞 最常見的 那我們來看 海慕 海慕 不會 或者是不可能 你看 他不會游泳 他不會游泳 海慕 無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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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無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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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要訪問 這樣可以嗎 所以其實否定句的結構 也是不需要太困難 可以嗎 那我們來練習一下 這都是實作獎勵裡面出來的 會不會沒有吃那個名頭 不要浪費我的鼻 你的鼻子在睡覺嗎 布 那這個布要回答什麼 布 21 23 25的時序 那這個地方通常是講的是螞蟻 我們有講到說螞蟻一般來說 在直數句的時候 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可是事實上呢 他也可能放在句子的中間 放在句子的中間 那他否定的範圍就不太一樣 你可以看 我們看九至九的A跟B 如果這邊看不清楚 講義上面也有在六十一頁 這個地方就是要跟老師講 螞蟻放在不同的地方 放在不同的地方 他否定的範圍是不一樣的 他不一定都一定 螞蟻不一定說一定都只能拉句子 最前面不一定 他也可以是放在句子的中間 你看看 Basca Basca 他試著不喝酒 螞蟻是否定這個 這個改成吃飯好了 他試著不吃魚 不吃魚 可是如果是螞蟻放到最外面的時候 Basca 他沒有試 他連試都不試 那這個地方就是要跟老師們講說 螞蟻他放在不同的地方 他否定的範圍是不一樣的 我們再多多看一個例子 我們就可以來做練習 像 他常常不回家 常常Basca 那你螞蟻放這邊 是說 他常常不回家 你把螞蟻放在最外面 他沒有常常回家的 其實不回家 對 對 他沒有常常回家 那兩個 事實上他否定的範圍也是不一樣 這個地方否定的是回家這件事情 那這個地方否定的是Basca 所以在寫的時候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我在這邊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原本前面一直講說 只要放在句子在前面就會否定 可是事實上如果句子比較複雜的時候 他也可以放在中間 就看你放在哪裡 他要否定的是什麼樣的範圍 可以嗎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先來做講義 因為下一節課就要做講義 然後又要小考 我怕講義又做不完 好 那就可以先 好 那就可以先 好 那就可以先 謝謝 謝謝